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中国男团时代少年团的一位成员 在擦手机的时候被粉丝们发现到 屏幕是韩国女团Nuji's成员Hedin 而在中国饭圈引起了争议 这个消息今天10月29号 在韩国论坛也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极大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应该就是粉丝吧 艺人就不能用艺人当背景吗? 甚至还是海外歌手呢? 海外艺人的话应该不会觉得怎么样才对吧? 不就是个粉丝而已? 中国饭圈气氛不一样吗? 换作我的话会觉得 这是真的没有女朋友的证据 反而会高兴 她人长得帅又可爱 但是团体名有点好笑 不是,照片选得也太好了 跟我的取向差不多 可可 就像很多日本女艺人 当BTS当成手机背景一样啊 没什么问题吧 所以如果自己喜欢的艺人 手机背景是海外一心艺人的话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呢? Lisera Pin Kazaa 惊人的妖力 这个部分原本是这个舞蹈动作 但是因为手上拿着麦克风 所以只好 这家孩子们都太努力了 所以很有好感 不是,不用手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太棒了 你看这身上的肌肉 姿势一点都不摇动 不用手抓住也能这么稳的话 腰力是有多强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庞谭逊的成员机 昨天在直播中 首次公开的有关伏兵印的心境 虽然公司不希望我说 但是还是需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应该会在阿根廷公演结束 回到韩国几天内 就会申请有关当兵的手续 其实在韩国 我们因为这个问题被骂了很多 说实话真的有一些委屈的地方 按照顺序一步一步说的话 原本我们的PE专辑应该是最后一章 然后就想要去当兵回来 但是在发表台那么一次后 比想象的反应还要好 为了能让粉丝们更高兴 所以就接着发表了 Porto 与 Permission Dance 原本 Permission Dance真的是最后一章 但我们又觉得 不应该要开场演唱会后再当兵吗? 所以就进行了Permission to Dance演唱会 因为成员们之间有说过 当兵的话会非常怀念演唱会 然后在演唱会结束后 又有了格莱美的行程 好,结束了这个就马上去当兵 然后真的有开始准备当兵了 因为我不喜欢韩了 我会在5月或者16月当兵 公司也说OK了 正当准备要服兵役的时候 突然又有了 釜山世界博览会演唱会 这部分我跟成员们的意见 是有一点点没有一致 我是因为真的想在夏天 最晚也是在秋天当兵 但是成员们觉得 这本来是没有预定的演唱会 这真的应该是我们最后的演唱会 因为疫情我们在韩国 没有好好记心 有呐喊声的演唱会 应该要做完这个再走 才是对粉丝们的礼仪 成员们是这么说服我的 就这样在结束釜釜山演唱会后 过了几天发表了当兵的事情 因为我不想要进行 充满眼泪的演唱会 如果事先说 是当兵前最后一场演唱会的话 我真的不希望粉丝们 是伤心的看演唱会 所以才会过几天后发表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为了给粉丝们 有呐喊声的演唱会部分 真的要流泪了 这次在釜山 我真的毫无遗憾的 姻缘呐喊合唱 真的很幸福了 谢谢你曾经 这期间被乱七八糟的人 当盾牌来使用的时候 真的有很伤心 都已经跟公司说了 公司为什么还说那些狗话呢 不喜欢韩狼 却要在冬天当兵了 又没说不去 一个记得留恶平的酸民们 不要将你们的自卑感 发泄给别人 有病的话请去医院 每次有关福宾医的文章 总是出席留酸炎的酸民们 都去死吧 留酸炎的酸民们 手指头都得 关解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